各位听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由Nits Radio与台湾大学社科院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企划 杨明 陈伟直播的观点会课室 感谢观看 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收听观点会课室 最近盘踞我们的头版的焦点话题 有流感疫苗的变质 这使得许多身体本来就较为虚弱或敏感的孩童 还有长辈的健康危害是相当的严重的 然后那个所谓的那个变质的 到底是为什么会变质呢 那个理由也真的是让人家看了很想要 实在是看不下去 那在之前的在半个月之前 我们也看到有令人非常震惊和哀痛的 发现在10月21号的普悠玛号的事故 往前一点八仙城报 复兴航空的空难 蝶链花游览车的事故 造成全车都不幸理难 这些事情呢 您可能不知道 这个都属于系统风险 系统风险 其实已经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了 它的噪音并不是单单 我们就可以对一个人或末端的一件事去究责 它里面是好多个环节 螺丝钉恐怕都松了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来看 在今天的会客室里面 要特别跟大家来聚焦的 就是我们的运输安全 您知道吗 台湾的车祸的 这个每年的受伤人数 超过40万人 听众朋友 台湾也不过是2300万人口 每年哦 受伤人数就这样 那损失会达到了超过4600亿元 这个经济损失呢 每年就已经可以直接再打造多一条高铁了 而我刚刚提到了这个伤亡 受伤的人数里面 高风险族群是年轻的机车族 15岁到24岁 还有长辈 当然了 整天都提心吊胆 是不需要的 可是呢 风险意识 还有当一个很令人哀痛的意外事故发生之后 我们到底可以在这里面学习留下一些什么 还是就猎屋 然后我们就找出了一个人 成为戴罪羔羊 就解除了社会集体的焦虑 画下一个据点 可是对于下一次意外事故 是不是能够从上一次学到一点教训和经验 答案是于事无补 所以在11月5号星期一的时候 由台大风险社会研究中心所主办的一个论坛 叫做面对系统风险灾难 逆来顺受 或者能够有所改变 就在探讨 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系统风险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我就来为各位报道 这其中几个跟我们生活中最息息相关的部分 为各位介绍现在在电话线上接受我们专访的 他是张学孔老师 他曾经协助过亚洲开发银行 还有许多世界国际级的非应力非政府的组织 评估国际重大的交通的计划案 而他现任是台大先进公共运输研究中心的主任 以及台大土木研究所的教授 张老师你好 欢迎你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张老师 这个您 您讲过一句话 您指出说 运输安全是普世的一个人权 您讲的这句话 其实我听起来 这是一句蛮重的一个话 就数据上来说 您看 台湾运输安全的现况是安全的吗 这个分两个部分来看 其实这个运输安全是基本人权 在国际上早就有共识 一个让这个民众感受不安全的交通环境 不可靠的交通环境 是政府没有做到这个应尽的责任 特别是运输安全的部分 那我们常常讲给大家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那这个政府负责整个运输基础建设的 这个规划设计 到运输基础建到营运管理 那本来就有责任 那让民众感觉安全安心 它就像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拥有的言论迁徙的基本人权 所以这个也不是我第一个提出来 最近联合国这个人权组织 也特别有强调 OK 在这个2011年 这个联合国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就已经看到全世界每一年死亡 因车祸死亡125万人 那严重受伤的超过5000万人 经济损失将近3%的这个GDP 所以这么大的伤亡 这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 那变成一个普世价值 我们应该动用各种力量 让我们的交通运输系统更安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2011年开始 那世界这个卫生组织跟联合国就联手起来 推动一个叫车祸死亡减半的行动方案 那希望透过10年的努力 把因车祸死亡的人数降低一半 保障这个人们出行的这个安全 那当然很多国家是早就已经开始提出相关的这个政策 1997年瑞典就已经提出一个叫零死亡 这样一个思维 哇零死亡是 零死亡 但是希望没有人因为车祸死亡 那当然它需要更好的道路设计 更好的公共运输的服务 民众愿意来使用公共运输 是 很好的这个驾驶行为的改变 还有这个智慧的执法 OK 所以瑞典是全世界现在最 从交通这个安全事故跟死亡来说 是最安全的这个国家 日本在2011年配合刚刚讲的联合国这个行动 就算先讲说我们也要这个vision zero 那到2020年全日本要变成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 要超过这个瑞典 所以他们不只是这个减半 而且他说我要在2020年没有人因为车祸死亡 那所以从每10万人这个死亡人数来看 台湾现在是11.6人 那是日本的三倍多 哇是 那虽然我们车祸死亡人数从15年前 这1万人降低到现在低于这个3000人 是 可是在数字上也显示 车祸受伤的人数啊 从这个每一年当时的26万人 急剧增长到近代40万人 那这个是远超过刚刚讲的这个每10万人 这个死亡的人数 那因为台湾有一个特殊环境就是摩托车很多 那当然我们的成效在过去这个十多年 的确比周边的国家 那这个比如说马来西亚 那越南 印尼当然是大幅的这个提升 那但是作为一个 所以这个以开发国家来讲 我们运用那么多好的先进系统 希望提升我们的效能 但是我的感觉似乎在这个混合车流 在小汽车 摩托车 这个伤亡比例那么高的状况之下 而且还持续上升 这实在是令人担忧 而且重要的是里面啊 这个伤亡人数里面 15岁到24岁的人占最多的比例 哇 这实在很可怕的数字 而且35%的死亡里面呢 又是在65岁高龄者 所以这个就让我就是 马上思考到说 你看我们少子化 我们又有高龄化 但是呢 因为车祸受伤了死亡的这个国民啊 都是比例是轻壮最多 高龄又占那个三分之一 那所以常常大家在讲说 这不只是运输安全的问题 也变成一个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了 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这个生产力 我们整体大家国际上对于所谓移居环境的这种期盼 所以我个人是蛮忧心的 张教授那么我请教您 这个因为台铁它目前在台湾是国营的企业 所以它因此它是有市场的寡占性的 说的直白一点 其实台湾的民众如果要铁路这个交通工具的话 我们只有唯一选择 没有其他选择 所以如果说我们借进 其实跟这个台铁有很大的渊源 就是我们非常多的车辆是从日本的进口 那同时也是国有的这个铁路 民营化的先驱日本 以日本来说的话 您看如果借进日本的模式 台铁它本身的定位 公司化民营化 或者是它的管理的模式 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可以借进的 因为看起来现在行政院是用这么高的层次 而不只是台铁局自己而已 是用行政院这么高的层次 在让这间百年的老店有所转变 张教授觉得呢 有没有什么方向 是首先我想 我真的很不愿意是因为有重大的事故 才让政府开始反省 这个代价实在是太惨痛 但是如果真的政府能够面对问题 就像这个小英总统所讲的 这个改革无上限 如果朝这个方向上去走 我相信它是一个契机 就像日本它把这个 全国的这个运输安全委会成立 也是因为这个出现了一个重大铁路的车祸 把铁路纳入 然后做体制上的这个改变 而且这个改变不只是让这个造货的这一家 JR公司提升 也能够影响到其他的这个铁路营运者 那日本它是就是很具体的把国铁私有化 那台湾现在学习的对象叫台铁的公司化 我们看它的全名就知道 台铁现在叫做台湾铁路管理区 所以到这边上 它应该是管理铁路的营运 而不是做铁路的营运 它是管理而不是真正做铁路的营运 可是很不幸的是台铁 其实也不能单单怪它 因为台铁它是一个老店 它过去在省府的三级机构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交通处 所以让它在很多决策跟自主经营范围 产生了很多阻碍 阻碍呢 累积下来就有三方面的这个现象 一个就是它要负担它过去退休人员的薪资 它的人死成本高达100%以上 也就是它营运的收入 负给它的这个现有的经营同仁 跟退休同仁都不够 都不够 是 都不够 那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铁路建设跟开发的这个过程 碍于原来就有的铁路法 它没有办法自主性的开发 跟做很多重要的角色 我比如讲 原来铁道局之前 有个叫做铁道工程 我们叫铁道工程改善 铁道改善工程局 OK 那很多地方的地下化 包括刚刚通车的这个高雄车站地下化 是 包括比如说访聊 屏东那边的高架化 那包括之前 这个各县政府要求的这个立体化 那都是铁道 铁改局在负责工程的部分 那我们明明很多资产跟联合开发的机会 是属于我们台铁 可是它几乎没有参与或决策的能量 哦有这样的脉络了解 对 那第三个当然是因为这样的累积 让它本身 比较没有办法做企业的经营 因为它变成一个很庞大 而且又封闭的一个组织 我们想一个组织一旦封闭 它就没有办法更先进的来思考 各种技术的应用 然后企业化的经营 它变成一个官僚的体系 决策自然就会很办 纵使有我们前任的周永辉局长 很卖力 因为他就是一个铁路专业 又有这个经营的头脑 你看把那个怎么铁路便当啊 把这个台北车站 原来这是周局长了解 对 所以他但是 他需要一个团队来 来推动 但是组织的架构 我想每个人不是万能 因为这个组织僵化 没有办法让这样一个理念 能够继续传承 虽然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整个体制来说 所以我们专业上就认为 必须要把它公司化 让铁路管理的职能 跳脱这个经营 让经营就好好去经营 你好好去经营 你应该收取的费用 你做你应该做的副业的开发 比如像你刚刚讲 日本的这个国铁 变成这个分北区 一直到这个西铁 在它不同的分配的区 做企业的经营 然后做业的开发 让它铁路根本除了一个宰客之外 它变成一个生活的平台 因为它做了一个企业化的改变 它才有这个活力 跟这个诱因 跟动机 去让它的员工 从一个所谓被动的官僚 变成一个优质服务的提供者 我想这样的一个转变 还必须要透过一个所谓公司化的过程 然后慢慢转变到室友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认为公司化 这个前交通部长贺成蛋 所提的这个公司化 以及前前好几任的部长 都提过的公司化 应该是要立刻找手去推动的 观点会客是也在这个节目中 再次的预请政府 其实安全绝对是回家唯一的路途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这个特别播控 接受我们专访的 他是台大土木研究所的教授 同时是台大先进公共运输研究中心的主任 张学孔张老师 谢谢张老师 谢谢 谢谢 再见 拜拜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 张学孔老师 他这一段接受我们特别的专访 他在这个11月5号 由台大风险社会研究中心 所主办的论坛里面 他其实就有分享到了 就是说 台湾比起我们的邻近的亚洲国家 像南韩还有日本 我们每10万人口的车祸死亡人数 高达11.6人 这个怎么会有0.6 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数据上面 好那么南韩呢 是8.1人 日本更是只有3.7人 这代表说台湾这个虽然每10万人口 11.6人 看起来是非常少的 可是呢 我们仍然还有进步的空间 那他刚才在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 会谈到所谓的这个欧美国家推出的那一个愿景 叫做0死亡 0重伤 那这个目标 他要透过什么样的策略来达成 我们来听张学孔老师在论坛里面的分析 我们要采取立刻的行动 但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是只有单单交通运输部可以做 也不是只有单单交通运输 这个专业可以执行 它需要从主上来进行 我们的街道设计 就要从人本的思维来看 我们的基础设施 包括车辆 整个公共运输系统 智慧运输 科技执法 工位医疗 经济财务 驾驶行为 整个行动文化 其实都是需要 来从这个 整个社会的平等 交通运输关系统 带来社会来思考 交通运输有一个高安委员会 高安汇报 应该把它提升 变成一个司 中央跟地方 总要联手 这不只是中央的责任 地方政府 因为每个地方的交通环境 经费 它面对的混合车流的情况 大众运输的拥有不一样 所以每个地方要应一致 快快成立运输安排委员会 现代科技的应用 人车路联网的技术 可以大家提升 我要郑重的呼吁 那个郑重的警察局 应该成立交通警察局 我们有刑事警察局 一年刑事案件死亡人数 不超过400人 我不说不超过400人 是好 可是相对交通 刑事警察的事故 来讲 交通安全所带来的违害 远远大于刑事警察 就生命财产的损失来看 为什么没有交通警察局 让很多交通专业 不在交通警察局这个岗位 往上攀升 所以交通警察的专业 逐渐流失 不信了很 怎么强化职业驾驶 跟车辆的管理监控能力 游览车 游览车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在发言以前 我协助交通部 制定游览车服务品之 凭借办法 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穷游览车 需要装电子最终设备 驾驶管理平台 到现在 对不起 没错 初步的稿子还在交通部运输研议 怎么样 要强化运输安全业化的能量 这个需要跨语来整合 最后 我们张宗景森张正伟特别提到 原来台铁的运输安全管理体制 这么脆弱 其实我们应该从根本上来建立 运输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针对基础设施 道路桥梁 车辆 载具 驾驶人本身 用入人 还有我们保险制度 怎么把这个安全的风险 纳入 都需要一个整个体系的建筑 需要仰待我们在做 其他不同领域的人 共同来合作 我再次强调 运输是 运输应该是基本人权 请不吝点赞 许 silver 为了不要再有下一次的遗憾 所以我们总是希望这一次的教训能够留下一些什么 那么这个是许多学者的呼吁 而作为长期其实在关注人权保障的监察委员 他们看到的接触到的许多的大型的公共安全意外里面 他们又对于学者的这些呼吁 他们的看法是什么 他们也在此如何的遇情 不只是普罗大众 还包含政府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转变 我们一起来听 现在在电话线上的我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监察委员王又玲 王建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建伟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 您其实就和另外一位的监察委员张武修 张建伟共同的开始在看台湾的许多的大型的交 因为交通而引起的公共安全的事故还有意外 好的政策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没有被系统性的解决 OK是是所谓系统性的解决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目前就是都在末端点撞的找个人 或一些事来背个黑锅 就是就是要他负责任 像这次我们在这个社会风险的这个论坛里面提到的就是系统化的风险 这个让我很有感受 对感受很多 就是说特别是田教授有提到说新的科技 我们其实有很多新的科技发展出来 但是我们还是用传统的管理思维 所以有很多的预期 然后我们隐蔽延宕这个风险 所以造成风险一旦发生了就不可收拾 对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那您作为监察委员 您觉得其实学界的这个呼吁它有它的价值 可是看起来我们整体社会的这个思维 我们在解决问题 我们好像不是去找一个避免汉事 下次还会有可能再发生的一个建设性的系统化的做法 反而是相反的 是这样子吗 确实是这样 包括行政 包括司法 包括监察 甚至是我们的媒体 湘民 我们都要猎屋 我们都要找到一个系统问题的代罪羔羊 OK 对 那找到了之后呢 好像就集体的疏解了 集体的焦虑跟不安 就是说原来是这个人 这个人出了错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那我们监察院也是一样 我们过去都一直要找到一个失职的官员 我们要去弹劾他 觉得比如说猎雷箭等等 很多的案件 包括那个物色飞弹等等 这样子这么大的案子 我们都也是同样的模式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去找到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 所以那个问题就重复的出现 比如说我现在手上也在调查一个台北医院护理之家的火灾 也是造成了14个人的死亡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也是在我们的司法的系统里面 他也是找到当班的护理师跟照顾服务员 把他起诉 但是事实上 那个问题不是在这几个人的身上 而真的是他有他系统性的风险存在 比如说你的建材 因为它是一个老旧的建筑 比如说这个建材 比如说你的警报系统 他还是要用旧的方式去打电话等等 他没有用一些AI的智慧型的方式去解决 去解决 然后可能他的建材也不够 或者是说他的演练也不够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在会场上 就我自己觉得很有收获 是说我们其实都要改变一个过去就责的模式 所以我们要先明则 就是明白那个责任在哪里 然后我们应该要找到真的系统性的问题 我们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系统性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边 很诚实的面对 然后再来看这个事件对我们未来 也会做我们的这些检讨报告 我们这些检讨 到底对未来可以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所以如果要究责 我觉得我以后我就会想说 我不是要找一个替代罪羔羊 我是要看到说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这个机关到底有没有真的找到他们系统性的问题 然后把它找出来之后 你一定确确可以改变的 包括组织的变革 包括去创 去创生等等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而不是要找一个人来弹劾他 或者是起诉他 或者是让他去职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系统性风险的问题 他就会重复一直在出现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如果我要弹劾人 我就是看 我不是要看你现在 我是要看你三年以后 你是不是真的有找到系统性的问题 而且把它作为组织上的变革 你真的有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 我就真的要弹劾你 如果你错了 我为什么还要就责你呢 我觉得你就是已经去彻底去改变这个问题了 是是 各位听众朋友 我陈伟自己刚刚听到这个监察委员王又龄的一番话 心里面感触非常的深刻 因为特别这个监察院是负责整体的官征 或甚至是这个社会的最重要的 这个运作的价值的维护的一群人 特别是像监察委员 所以我听到就是王检伟提出这一个 我们应该要更去看系统性的风险 并且从中找出一个建设性的做法 而不只是就是猎屋 然后很快速的去找人扛一个黑锅 然后解决了社会的集体焦虑 不应该只是一直停留在这个层次 特别现在有许多这个科技辅助的管理的办法 或者是更新的这一种作业的办法 我们都应该再更多的去看 而且就是王委员刚刚 王坚伟刚才谈到了一句话 真的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就责之前 是不是大家可以先明责 先看的宏观一点 系统化一点 这一句话真的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监察委员王又龄汪坚伟 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您 谢谢 在11月5号的论坛的结尾 台大风险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周桂田教授 他特别呼吁说 虽然交通意外的伤亡 直到今天真的是高居不下 可是就例如其他的关键性的公共话题 例如能源转型 在以前其实这个是被视作 如果是一种所谓 陈伟自己的话 是高大上 就是只有学者官员专家 才有权去发言去主导的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全民都在谈 所以呢 这个周桂田教授 他于是就呼吁 关于运输安全的这件事 他在这个论坛的结尾 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从20年前我们大概看到台湾 台湾经营卡路 然后经济的发展到 经济转型的困境 到现在政治社会转型的困境 到现在能源转型的困境 到现在气候变迁 然后不断的死案的事件 不断的灾难的事件 重复在发生 所以台湾的确是现在面临的一个 很关键性的 其实不是现在 我再讲一次 应该是90年代之后 台湾面临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转型 那这样的转型 刚刚我们从 无论从实物或是理论上都看到 这样转型是面临很大的挑战 它会有非常多的利益的就割 有非常多的这个 我们的改革的障碍 那这些的确是需要很多公众的压力 那我们再来看一次就说 这些改革跟障碍 譬如说台湾的机车 大家刚刚刘志堰教授特别提到 机车跟机车产业 汽油机车跟电动机车 这个产业的利益很庞大 跟它的社会产业 我现在这个都是冰山的一角 那这些的转变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我们就不能期待一个大政府 所以我想从我们今天 从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从我们从政策上进行批判 从这个整个风险的管理 甚至到风险决策 风险治理 然后刚刚特别先前特别提到了 整个管事的文化 整个风险文化 整个台湾面临这么多的变革 面临多多事件的鉴定事故出来还是改不了 到底这改不了的文化因素 刚刚应该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有非常多的面向 我想这个是大的建构性问题 另外一个到个体 那特别刚刚大家也提到 我们台大这位学长也提到设计设计 其实这是一个知识产出的过程 那台湾如果已经进入到每一个方面 都能够进行这样一个知识的生产 那这就是一种知识的自我介入 这样的知识的生产怎么促进我们在决策上 能够有更多的产业 尤其是合理的产业 所以我想我们台湾更需要更多大家一起的利益 那个TP point就是那个转捩点 一直累积 大家肯定一直累积有一天总会翻转过去 那这知识点为什么累积了这么久 一直没有翻转过去 我想这个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推波自软 感谢观看 各位听众朋友 陈伟今天为各位摘录的是论坛 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所举办的叫做 面对系统风险灾难 逆来顺受或能有所改变 陈伟在这个节目的一开始 谈到这个所谓系统风险 其实已经就近在眼前这一件事 不需要让大家整天都好像是提心吊胆 或者是人人都要是苛男 可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关于系统风险的 那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就责之前 我们先明责 这个是今天 会客室要透过这些令人很哀痛的 大型的公共安全意外 再次的遇请社会的 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与我们所共同制播 我是陈伟 祝大家平康喜乐 再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